欢迎继续收看 在本期的余文厨房栏目中 我们来看如何在家就可以烤出香嫩多汁的火鸡大餐 大家好 欢迎来到余文厨房 我是孙宇文 在美国生活 火鸡是民众接日食谱里不可或缺的一个 不过不少朋友说 火鸡肉很柴又不好吃 如何能够烤出鲜嫩多汁又不干柴的火鸡呢 我今天就来介绍一种方法 这是一道中式烤火鸡 烤出来的火鸡比鸡肉还嫩 而且步骤很简单 我每年都做给朋友和家人 受到大家的喜爱 我们下面就开始吧 三日前将冻火鸡买回来 放置冰箱冷藏解冻后 把整只火鸡取出 将火鸡外皮和肚内充分洗净 取出肝脏包和脖子备用 除去肚内的碎冰 将火鸡放在一个平整的烤盘中 用长竹签往鸡胸部位各区域垂直刺入约50下 鸡腿部分也要刺几下 尽量深但不刺穿火鸡肚 以免盐分流到油饭里 在火鸡上磨点料酒消菌 搓揉 包括肚内 将大量的盐 非少许 磨到火鸡身上 底部和肚子内充分涂抹 火鸡胸较厚 所以要保证盐分充足 让盐在涂抹过程中融化 用保鲜膜把整只火鸡和盘子包好 放入冰箱冷藏的平面上 如果是12磅左右的要腌制24小时 如果是20磅左右的要腌制36小时 在烤火鸡当天 提早从冰箱取出 在室内回温3-5小时 让火鸡内外温度一致 火鸡肚内的八宝油饭的做法 提早一天将1-1.5磅的圆糯米泡好 八宝可以任何是您喜欢的食材 可以用香肠、腊肉、大虾米 红萝卜、马铃薯、芹菜、四季豆、香菇、栗子、玉米等等 这时要把附的火鸡内脏包内的鸡干、鸡蒸和鸡心也要切成丝 起油锅放入虾米拌炒爆香 将鸡干、鸡蒸、鸡心倒入翻炒直至变色 倒入香菇炒 将洋葱、芹菜、玉米、胡萝卜、青豆等各种蔬菜丁放入翻炒 将糯米沥干放入翻炒 炒到有些干的时候 加入一些泡香菇的水 继续翻炒 加入一勺盐和酱油 翻炒 加入泡虾米的水 继续翻炒 直到糯米八成熟即可关火 让我们回到火鸡的部分 用大量的清水冲洗火鸡表面、鸡翅和鸡腿部分 肚子内也要冲洗 充分地将盐分洗掉 理干 用厨房纸巾将表面和肚内擦干 肚子不可以有积水 重新加上些许盐涂满整只鸡和肚子 此时可以预热烤箱400度 把油饭趁热塞入火鸡肚子 越紧越好 在开口部位可以放入煮好的切成大块的马铃薯 在鸡肚开口处吸油 以免过多油脂流入油饭过于潮湿油腻 用麻绳把鸡腿绑紧 把一个腿上绑好打上死结 然后再过来绑上另一只脚 打一个八字形 然后切断 把麻绳捆紧 在表面上涂上半条软化的奶油 一定要戴上手套 这样操作方便 准备一个火鸡专用注射器 在美国超市均有瘦 吸入罐头鸡汤 有咸味的或者是加一点盐都可以 我用的注射器是30cc的 从斜切面慢慢将鸡汤注入鸡胸肉以及鸡腿 每只鸡注入4-6关左右即可 注意要斜入注射 将鸡汤保持在鸡肉纹理内 这个步骤是鲜嫩多汁的关键 不可以省略 用锡箔纸将火鸡和烤盘包裹 火鸡大的可以选用深一点的盘子 以免烤鸡时油溢出烤盘 放入已经预热到400华氏度的烤箱 20磅的火鸡烤4个小时 烤两个钟头之后打开烤箱 小心揭开锡箔 火鸡现在是白白亮亮的 用烤出的油涂抹在火鸡全身 盖上锡箔纸再烤一个小时 在揭开锡箔纸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不要把鸡皮撕破 因为鸡皮在烤制的过程中 会产生胶原蛋白会粘在锡箔纸上 所以用刷子沾上烤出的鸡油 小心推开锡箔纸 把鸡汤涂抹在鸡身上 再烤30分钟 最后除去锡箔纸 烤15分钟上色即可完成 经过了近4个小时的烤制 火鸡大餐就做好了 皮划肉嫩 汁多入味 吃的时候先把火鸡切片 然后浇上烤出来的汤汁 放在一起吃 特别的美味和鲜嫩 而且火鸡油饭香糯可口 真的是太美味了 按照我示范的步骤 给家人和朋友做一道美味的烤火鸡 一定会让大家惊艳的 您也来试试看吧